現在是早上9點10分 原本是預計今天早上6點就起來騎車的 結果昨天半夜 不會發炎 就發作了 然後 在廁所 往拉 所以只要馬上接過頭 那今天一樣騎車路線是習慣了 那 這邊呢 就是1號橋 大家最喜歡從1號橋開始計時 OK 從1號橋開始計時 然後到山頂的行星坪 然後這是大家最喜歡的計時 就算了 那 現在 它有些不舒服 所以今天還是慢慢歸吧 在前面那個彎 是一個小陡坡 過去以後就會是一個斜下坡 然後 就是所謂的 大岔湖 那這個彎 因為是蠻彎 所以有點危險 要注意安全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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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鍋 零 need 直接上坡 這邊的下坡 直接輪到最後一個上坡 這裡要盡量打鼓回轉速 才能夠再上坡延續速度 這邊坡度有百分之十二 然後 還蠻長的 通常都是坐下來 保持速度 不要浪費體力 那過了剛剛大X5那個 百分之十二的 多度以後 接下來這一段都是 八到十 好 我們剛剛經過了 愛口夢樂園 然後在這邊呢 前面看到這個擋土牆 就是 每逢颱風的時候 這邊最容易發生 彈棒的地方 雖然他家有過 這個擋土的 但是 海風過後 經過這邊的話 海家特別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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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 經過土基層了 前方有一位車友 還能不能追到他 土基層這邊呢 有一個 短短的 陡坡 過了陡坡以後 就會是一段 停路 可以 恢復一下體驗 然後狗坡這邊呢 通常有很多野狗 所以 各位車友要自己注意安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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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等一個 單一張 拉死到一百公尺 就通過 對,有最大迫度有到14% 還好距離很短 如果走坡以後要繼續踩踩 讓速度可以延續 然後進入比路段 這一段就可以好好的重新調整呼吸 這邊用上去一位車友 看能不能抓到它 很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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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就是西彎路上的彩虹 坐完這橋橋以後,有個小斗坡 然後就是西彎路上面的主地公廟 那也是西彎百客禮拜四夜期的中途集合點 因為有的人還會再加碼往單定期 一般來說,高手的話 從一號橋到子儀宮廟 大概時間都是在12分鐘以內 廣告 如果你是要仔細駛到土地公廟的話 這一段就用力起來抽車吧 但是如果你要騎到山頂的話 我會建議這一段把體力保持好 不然後面會爆掉 好過土地公廟完後 一直到連續四公里的牌子之前 所以轉的時候是屬於板上坡 坡路不會動 是可以好好休息 重新穿頭戲的時候 在那邊還剩下 早 早 然後請希望的話 能夠靠路邊 就要靠路邊 因為這邊飆車的很多 動機啊 超跑啊 甚至一般的小貨車都給你狂飆 然後過完磁線的都有 所以為了自身的安全 最好是盡量騎路邊 現在就是要進入 每次騎希望我最討厭的路段 就算當年我騎 29分 30分的時候 我每次騎這一段 我還是覺得很痛 前面不遠處 會有一個鞋子 連續四公里的牌子 從那邊開始 就是一連串的爬坡 幾乎沒什麼休息的地方 然後尤其是 四公里那塊牌子開始了 200公尺路段 很陡 很討厭 然後那邊又有很多 鐵狗會距離在那邊 所以立場的狗屎很多 你要背心繩去上 對 說錯了 卡牌子顯得是 一距上風牌子 挑戰你的角力 完了 拔 這段讓人討厭 就是它隨時都是 百分之十 十一 十二 甚至十三的坡度 其實這一段終點就是 踩踏頻率 絕對不能中斷 一定要很平順的維持 那邊 進來 但是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 我們會看 有些誇張的 有些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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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有拉肚子就有差 好,現在心率來到167平常的話大概150而已 我的仙女很現實 我們下山的砧牲 我會覺得它不會有一點 有什麼好看 在沙漠中的砧牲 我會覺得它是最好看 喔,現在我會覺得它是最好看 過了剛剛那個彎以後 接下來路段大概都是 百分之六 然後百分之八左右的環波 這一關通常也是我開始 出生體力 朝燈呼吸 把心跳降下來的時候 因為 後面 還有需要加速的地方 然後 我有一時候也會 在這時候 使用地上這個白色的標線 讓車子盡量維持在標線上行駛 練習控車的穩定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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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遇到早上七點就出發的希望車友 到這邊的時候體力其實已經也恢復得差不多一些了 所以這時候就可以把池筆稍微放中一檔兩檔 然後來騎 因為這邊坡度的話就是5%或6%而已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從醫藥橋到山頂青青坪 要破PR的話 這一段的速度維持能力就是一個重點 前面衝太快 這邊一定會爆掉 這邊才是決定你能不能破PR的關鍵 這邊呢 右邊有個岔路 進去的話 就會往 竹子山 軍人公墓旗 也可以下到基隆的七堵 好,這邊坡度又來到了12、13 那從這邊開始呢 你會發現很多彎道 會蹲了一些攝影師 專門在這邊拍追焦照 所以這也是西幻路為什麼越來越多飆車族的原因 大家都為了想要拍出漂亮的追焦照 所以在這邊狂飆 好 可是問題是 你就算騎 直速20 追焦照還是可以拍得很漂亮啊 拍得漂亮是攝影師的技巧 跟你的速度沒有關係啊 笨蛋 OK 這個就是小小的一座四號橋 來到這邊代表你西幻路 已經完成了三分之二 很容易 看見 超強烈的 很容易 非常正常 在這邊分享一個騎山路整理的一個小訣竅 雖然大部分進街騎士都知道了 但是常常騎車的時候還是會看到很多車友 他會犯了這個錯誤 所以這邊還是挺出來想一下 就是在爬坡的時候 你的注意力應該放在你的下半身 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於你的臀大肌 刺頭還有骨二頭的地方 還有你腰部的核心肌群 那你的上半身其實是要完全放鬆的 包含你的雙手和肩膀 很多車友都會在爬坡的時候 用力的去拉車把 整個肩膀非常僵硬 所以你會發現你騎完一趟山路的時候 你的上半身肩膀手臂很痠 這代表你把力量用錯的地方 正確來說的話 如果你要握在橫把上的話 你的雙手是輕輕放在上面 有點像彈鋼琴的樣子 他的目的只是要稍微穩定一下你龍頭的方向 而不是要用力的拉 當然如果是很抖脫的時候 你的雙手協助拉一下 幫助大腿踩踏是可以的 但是平常的緩坡的話 你的上半身就應該要盡量放到非常輕鬆 你的力量才不會浪費在無位的地方 大概就是 輪子行進的方向 一定要盡量 維持一直線 左右歪曲的幅度不要太大 當然這在爬阿坡的時候 會有點困難 不過這個東西 多練 就可以了 要有沒事 就會去騎這個 以上的標線 一方面 好吵喔 也是檢視你左右腳踩踏的力量平均 如果你左右腳踩踏的力量平均的話 你的車子自然 就不會一直歪七扭八 那當你不會歪七扭八的時候 代表你行進的路線 相對的就審意一些 就是 分享的一些 小小的訣竅 我看到這個墊塔 你就知道 離山頂的輕輕艇已經不遠了 就是這個彎 就是這個彎 就是 到輕輕艇前 所以 最後兩個坡 通常在這個彎 你會覺得快死掉了 因為基本上在這邊的時候 你力氣都已經耗得差不多了 然後 為了安全起見 我都會盡量走內側 但是內側呢 如果 前幾天有下過雨的話 還是不要走 因為這邊會有青苔 常常會打滑 這邊坡度 瞬間也有來到 百分之十五喔 不過還好就是一個彎而已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比較平衡 接著到下一個彎之前 好 準備進步 最後一個 彎道 在這邊 就是要耗盡全力 吃奶的力氣 我的話 通常會 直接衝到 山頂的 三叉路口 才會停止計時 OK Go 這時候 兩隻大腿乳酸堆積 還讓你覺得很想死 撐住就對了 先跳 一百七十八 好 很久沒跳這麼高了 零八零 一百零 可以看到了 天啊 一年時間沒有看過性跳到180 反而一下 雙腳快炸掉了 就是 六月底 做完左邊膝蓋 十字韌帶 斷裂的銅箭手術以後 第三次 奇葬系萬路 時間跟以前陳盛時期比起來 差了大概 十六分鐘 天啊 這十六分鐘 可能要花很久的時間 超辦法練回來 好 OK 來緩和一下 然後來完成 今天的任務 今天的任務是要把 昨天看到的地上淹地 通通剪乾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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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